每一個覺得自己一世五成的人 只要你願意努力 也許你都有觸碰到自己夢想的那一刻 我還記得我加入音唱社是 是我被偶同學拉進去的 其實我高一是弦樂社 我以前一開始是學小提琴的 我上高中才開始彈電吉他 我從高中開始玩樂團 大概有快十年的獨立樂團 那個時候我們成功高中音創社 因為就只有一個社辦 其實社辦就像是一個電團室 然後設備還算蠻齊全的 成功高中的音樂創作社是人很多的 就上社課的時候是整間教室飽滿 就是高中的時候在一個很灰暗的角落 玩音樂最常看到就是會有看到 老鼠在那邊穿來穿去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就是蠻好玩的 那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樂團 成功音創有一個傳統就是 每一年的校慶 會讓學弟團上台表演 在司令台 本來台下沒什麼人 雖然是校慶 可是我們唱唱唱唱唱完之後 就圍了大概可能五十人到一百人 那麼多這樣 大學時候跑表演啊 常常會是跑了大老遠 觀眾比台上的人還要少 在高雄的表演 反正就是風塵扶的到高雄之後 主辦的人 跟我說因為他們活動沒有宣傳 所以這場沒有賣票 然後我們又風塵扶的開車回台北 蠻好玩的 就一群人這樣子扛著樂器 然後去各個地方表演 就大家一起分油錢 因為一台鄉行車可以載樂器跟所有的人 然後就輪流開車 我們就幫那個車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成名無望專車 我們第一年去春 天吶喊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熱血 台下不到十個人 有八個是小橘的親戚 然後我們還自己唱得很爽 然後我們鼓手還把那個小鼓打破了 結果我們在那邊修鼓皮修到一半 那剩下的那些人全部都走光 就只剩下小橘的家人跟我姐那樣 因為拯救世界的關係 我們認識了我們很重要的貴人 就是五月天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你想要熟悉音樂這個市場 你要不要來鄉行音樂做製作助理 我就在那時候學到了 怎麼做音樂製作的想法跟概念 然後其實很感謝團員那時候 很不離不棄的 然後這樣一起玩這個樂團 像我們在做最近一張生存指南的時候 也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做了更多的嘗試 包括我們去日本錄弦樂嘛 到了日本 三個人 幾一間平常一個人睡 還會嫌太小的房間 劉B這個人就是很好笑 他平常住 他就是一個很省的人 省到呢 還可以住到鬼屋 因為我們還要聽從美國來的混音 跟美國有時差吧 所以我們早上六點鐘要起來聽鬼屋 然後這時候阿店 霸天還有劉B 他們就很瘋就說 哇 都來日本了 我們一定要 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日本就是不夜室 我們要出去玩這樣 所以我才拖到半夜兩三點才回飯店 然後洗了澡之後又出去吃拉麵 樂捷巴士就是象徵著我們 到過這麼多地方 然後這麼多人一起上這台巴士 一直願意跟著我們去一站一站 的挺好 一起去演這麼多場 一起去帶更多人上車 那結果我們唱到那首歌的時候 就是突然牆打開 然後推出一台熱血巴士 然後上面硬著巴士要 舞台上面緩緩的開出來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當下大家都蠻震撼的 都有這麼多重要回憶裡面 最最重要的那一個 身邊很多朋友其實不諒解啦 就是說那其實你在台中過得好好的 然後大家也都認識啊 覺得說你是不是為了要出名 才上台北 當時高三的時候 航班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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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斥 非常非常反對我玩樂 我媽就是擔心我說 你這樣子真的考不上大學啦 家人一定會覺得說 希望我們去找一個工作嘛 因為我們都念了那麼久的書 其實我爸媽意思是說 沒有很喜歡我玩樂團 那他很不諒解為什麼 我要做我看起來沒那麼擅長的事情 然後一直堅持到現在 我們以前一直都是很叛逆的學生啦 譬如說那時候 爸媽希望我重考啊 或是他們不希望我們玩團啊等等 其實到他們當完兵的時候 我媽都還問我說 欸 還會少個正當的職業 畢業後 當兵前 在埋托谷幹著我們 當時的最後的八天一專輯 我們那時候花了很多的時間 好幾年在努力磨出那一張專輯 我記得大概錄了三四年吧 可是磨到最後大家都很心灰意人 所以有時候晚上我跟爸天 就是兩個人會很萬壇 就是一人買一瓶啤酒 過來四大小公園就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要不要先去當兵啦 當兵回來再看怎麼辦 那時候我就跟爸天 就是我們兩個人都很徬徨嘛 然後就常常都會這樣聊 那我就說 其實這樣子一直 我好像不務正業的感覺 會不會這樣子下去 好像沒完沒了 大家好像那時候心裡會覺得說 如果真的去當兵應該就回不來了吧 因為身邊有 絕大多數的朋友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樂團是一個很有變化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高風險的事情 我們常常覺得 我們發了一個專輯 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個成果是一事無成的 也許永遠都會就是浮浮沉沉的 沒有辦法符合一個社會的期待 沒有人支持我們 大家都不喜歡 那就地解散去當兵 去好好的面對現實 也是一個負責任的選擇 831對我們來說就是 我們的人生的最後一個暑假 放手一搏的感覺 如果我已經玩這麼久的樂團了 怎麼感覺好像有一個地方 用於到不了 世界在往前進 然後你一直停在這邊的感覺 做完最後的831的時候 我們去給一些唱片公司的老闆聽 他們也都說 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們已經覺得可能會是最後一次了 謝謝大家 要滾樂不是台上五個人的事情 是台上五個人 加上台下一萬人的事情 夢想不應該就是 設一個很遠大的借骨 然後不可能達成他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一步一步去完成一些小小的目標 才是我們對於夢想的目標 阿曼 阿曼 阿曼